西晋时代 晋武帝太史初年 全国流行的衣服款式是上衣件数少而短小 下衣件数多而长大 这就是君主全室衰弱 臣子势力放纵的预兆 到了晋慧帝元康末年 女人穿上衣还流行外照两件内衣背心 夹在有领子的外衣外面 这就是居住在大内皇宫里的人 要被掳掠到外地的预兆 当时制作车辆的人 也草率的看重轻便 细小 有多次改变车辆的外形 都把使用白色灭片当成纯正 这大概就像是古代运送死者尸体的丧车 一留下来的形象 这些都是晋朝内乱王国的大祸征兆 胡床 墨盘都是一族的器具 枪煮 烧烤都是一族的烹饪方法 但是 自晋武帝太史年间开始 中原地区就很流行这些东西 那些贵族和富人们的家里 都预备了壶床 墨盘等器具 祭祀或者请客时 他们都会先摆上枪竹 烧烤方法制作的肉食 这是荣笛入侵中原地区的先兆 西晋时代 晋武帝太康四年 灰鸡郡的蓬鸡和螃蟹都变成了老鼠 一时间 当地老鼠多得遍布田野 大肆咬石水稻 造成了灾荒 他们刚开始变成老鼠的时候 只有毛 肉 却没有骨头 他们可以挪动 却不能越过田梗 没过几天 他们又都变成了母老鼠 西晋时代 晋武帝太康五年正月 有两条龙出现在武库的井里 武库是帝王威震统治天下的精力兵器 所珍藏的宝库 那里的房屋优身密集 不应该是龙出没的地方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过了七年 晋朝司马家的亲王们开始相互残害 过了二十八年 果然有两个胡人石乐 石虎先后建好称尊 自封为皇帝 而且他们的字都有龙 石乐 字是龙 石虎 字祭龙 封为10方法